那我也期許 侯市長能夠答應辯論 辯論不是在賞識你的對手 辯論是在這樣四名 作為主人 在決定投票的時候 他知道這些應徵工作的人 他們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覺得心態上不要高高在上 大家平起平坐 那我已經準備好了 侯市長我們隨時可以展開公共政策 特別是競選政見辯論 新北市民認為 如果侯市長有志於總統大位 就不應該登記參選新北市長 一拜 再拜 三拜 三拜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講短一點 剛剛有些先講 好 來 來 來 要問什麼 市長問 市長今天陸戰第二天來到清水祖師廟 剛剛也再端了一下蛋章大橋的證據 是 我昨天 團隊進駐競選總部 那 晚上辦了第一場 就是 新北大翻新 議員到頂拚 那今天一早呢 就以十二個立委 為戰區 那在淡水 我們呂森林 前立委 還有我們 呂子昌國策顧問 他們負責 這整個戰區 的一個行程安排 那還有兩位 我最佳拍檔 鄭宇恩議員 還有彭麗慧議員參選人 所以我們就展現了 一個團結的氣勢 那也確實他們在地經營 很有成果 所以我來這裡可以感受到 支持者的熱情 那為什麼選擇 來淡水地區 這個是我們美麗的海岸 那淡水也是台灣開發 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從這裡出發 那來地方呢 大家很關心建設 就一直在談 我當交通部長的時候 已經解決了很多過去 沒辦法解決的問題 包括淡江大橋的發包施工 2024也會如期來完工 甚至跨年 會有雲門舞級的表演 那所有連外道路 甚至台61甲 跟64線的立體化 能夠這個連結 還有整個西兵快速道路 這個平交 路口的改善 還有包括台北港 所有的發展 甚至淡海新市鎮 作為一個智慧城市的示範區 我過去就是推動 無人載具創新實驗的場域 以這個自駕車 電動車在這裡建構 智慧交通的一個示範場域 那地方很關心交通之外 就是觀光 那我們可以想像 淡水本身就有 魚人碼頭 巴黎 左岸 再加上我們老街 如果透過我們的捷運 現在也在我們的綠山線通車 現在藍海線 在我交通部的時候 通車的第一期 現在第二期 透過跟淡江大橋未來的共構 那進入到我們淡水地區 將是一個移動城堡 可以在這裡搭輕軌 看美景 那享受在地的特色美食 這個是把整個淡水跟 基隆還有北海岸 串聯成一個世界級的旅遊目的地 那我會全力以赴 另外地方很關心 我在提到的65歲長輩 來免費裝假牙的政策 我剛剛也承諾 當選一定編預算 四年二十億左右 一年五億 那輕重緩急 是一個施政者 他自己的價值觀 那為什麼基隆市可以 桃園市可以 甚至我過去當台中市長的時候 也都推動65歲長輩 免費來做假牙 為什麼偏偏就是新北市不行 難道新北市民是侯市長 眼中的二等公民嗎 我們也會一一檢驗 新北市民真的 人均社會福利的預算 六都最低 這是沒有道理的 我們一定要享受真正 身格之瑕疵之後 人民生活的升級 部長你怎麼看 因為剛才侯市長說 他認為在新北 在整個統籌分配款上是最少的 那即便是如此 他們其實花了61億的部分 在增加社會福利 有心就會找方法來解決問題 無心的話就找藉口來推遲 不願意去面對問題 為什麼基隆市可以 桃園市可以 就偏偏是新北市不可以 那這代表侯市長的心中 我們長輩的牙齒不重要 這個就是落實了他講的 所謂的二等公民 或者是說他說的 新北只是台北蛋黃區之外的蛋白區 那我們就不能夠吃一樣營養嗎 為什麼新北跟台北 不能夠做雙子星城市 即使蛋也有雙人 我們新北要超越台北 那新北是要有志氣 就從我們的社會福利來拉平 跟周邊的城市一樣 進而能夠更好 你問一下說 您昨天有提到說 要跟侯市長來辯論 不過侯市府這邊就回應說 好像都沒有看到您的實質證件 還說希望您可以多認識新北市 其實這個都是空話 我講65歲長輩免費裝假牙 這不是證件嗎 我講大台北的環線捷運路網 我們每一個場站要多蓋社會住宅 它已經停了 那我們希望能夠加快增加 這個難道不是證件嗎 那事實上我對於大台北首都圈 已經都準備好證件 到選舉投票日之前 我們至少一周會有一道主菜 那我也期許侯市長能夠答應辯論 辯論不是在賞識你的對手 辯論是在這樣四名 做為主人在決定投票的時候 他知道這些應徵工作的人 他們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覺得心態上不要高高在上 大家平起平坐 那我已經準備好了 那侯市長我們隨時可以展開公共政策 特別是競選政見的辯論 我們可以一人各出五題 然後邀請公正的第三者跟媒體來安排 希望從下週就開始第一場 每週一場 然後一直到選舉投票日 你之前一直要這個侯市長 表態說他到底會不會就是 中途半路出去選總統嗎 但是他的回應就是說 做好現在新北市是最重要的 這個也是空話 就是努力工作做好每一天 那我就會遇到很多人很疑問啊 你的每一天到底是到 這個市長任期最後一天 還是中間某一天會跑去選總統 那我們也做了民調 有四成五的人 受訪者就是新北市民 認為如果侯市長有志於總統大位 就不應該登記參選新北市長 這麼高的民意呈現 他無法迴避 到投票日之前啊 這個都是他要面對的問題 那誠實還是上策 像我就很坦然 我講我全力以赴 爭取啊 為新北市民服務的機會 如果我當選四年一定做好做滿 不會中間啊 落跑去選其他的更高的職務 好 這樣 好 再來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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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帥